他终究还是没能抵住诱惑 走进了发廊妹的房间 可没过一会儿 他又着急忙慌跑了出来 俩人好心拿钱 让男孩变成男人反遭埋怨 也是一脸晦气 不过没关系 过不了几天 男孩就会意外死于矿难 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90年代发生了 三起轰动全国的矿洞杀人案 高研李扬不顾生命安全 切身考察 在了解事件真相后 更是不惜从一千多名北漂中 飘中了王宝强出演 电影一上映更是斩获大奖无数 将底层的人性弱点揭露无余 你知道90年代的矿难吗 煤矿下是一片忘不到底的黑 三个矿工说着对家乡的思念 一人突然发问想不想回家 老元的回答无庸置疑 于是一旁的老堂手起垂落 老元直接魂归西天 接着老宋借来摩托要去警局报案 可哪有那么容易 矿上出了事最着急的海鼠矿长 他下令所有的出口都严格把守 绝对不能有一点消息透露出去 与此同时 作为老元大哥的老堂来到办公室哭诉 见场面将着老宋出面唱白脸 除了是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但眼下这情况没有四万还真不能了事 见由转还余地矿长开始讨价还价 最后他掏出两千块收买老宋 于是老元这条命三万块一锤子定音 但矿长还是心黑 最后到老堂手里的只有两万八千块 多不了一分钱 不然就拿走矿长一根手指 明码标价 一条人命两万八千块 老元的尸体被火化后 俩人捧着骨灰盒离开了矿场 第二天便买票到了一个新的城市 作为大哥的老堂一感愁容 不仅把老元的骨灰一把冲进下水道 俩人还来到KTV和小姐唱起了歌 哪里还有什么难过的样子 其实老堂根本不是老元的大哥 他们甚至都不认识 老堂和老宋是老搭档 没到一个地方就会来到人力市场找准路雕 然后漫不经心地表示自己找到了高薪工作 最后再勉为其难地帮忙把人带到矿上 但前提是对方一定要冒充是自己的亲戚 再然后仨人所到的煤矿一定会出人命 接着俩人会顺理成章地拿到抚恤金 伤心地离开这座城市 下一步就是来到新的地方寻找新的目标 老堂以此方式供自己找小姐 老宋则每一次都会把分道的钱寄回去供儿子读书 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一个愣头青小伙 但似乎报应要来了 穿着校服的宝墙四处找工 一脸稚气的他在一堆中老年中格外显眼 爸爸已经半年没消息了 妹妹的学费再不交就没法上学了 无奈之下凤鸣只好辍学外出打工 但90年代的人才市场实在拥挤 凤鸣在这待了三天也没找到一份像样的活 直到一个男人走上前 你也能挣一钱多块了 真的挣那么多啊 我骗你 凤鸣以为自己遇上了贵人 可天上哪会掉馅饼 老宋看着16岁的凤鸣很是不满 哪有找这么小的孩子下手呢 他虽然黑但是讲道上的规矩 可老堂不管这些 我管他大人小孩 能挣钱就走 老宋还是觉得凤鸣太小 本想把孩子凶回家 可凤鸣却一再坚持自己什么活都能干 什么苦都能吃 而老堂更是一句话毒死了老宋 你可怜他 谁可怜你呢 于是原凤鸣赶幸送 叫老宋二叔 仨人一起踏上了去矿上找工的路 路上凤鸣和老宋憧憬着自己赚钱供妹妹读书 甚至还想着去找半年没有音讯的父亲 看着满脸生机的凤鸣 老宋只觉得他是痴人说梦 三人跨过风沙终于找到了要人的矿场 但老板一脸横肉给足了他们压迫感 甚至多多逼人试用期三天 而且这三天不给一分钱 听到这里凤鸣极了 怎么能不给钱呢 老板一脸无所谓地表示 干就干 不干就我滚蛋 我什么都缺 要什么都缺人 一次简单粗暴却直白有效 就这样凤鸣三人留了下来 矿场的日子远比凤鸣想得更难熬 第一次下矿他就漏了气 老宋嘴上骂骂咧咧 但终究是给足了耐心指导 凤鸣想着家中的妹妹也慢慢上头 不仅如此 下宫的时候他还会抓住一切空隙无数 一问才知道凤鸣还指望着有钱了回家富度 老宋觉得这个想法好笑 凤鸣掏出全家福一脸憧憬 老宋表情愣了 这也太像上个矿场干掉的老人了 他和老唐再次起了争执 这一票不能干 不然这家人岂不是绝后了 于是老唐走进房门确认全家福 最后得出结论照片上的不是老人 但矿下那么黑 他们经手的人更是不少 哪里会记得清呢 更何况他们都姓缘 老宋心里还是觉得不安 可老唐却步步紧逼 这下况的日子太难熬了 赶紧把人办了赶紧拿钱走人 老宋只好说凤鸣十六岁还少不更事 也让他做一回男人 这样才不会留下遗憾 于是这才有了影片开头的影响 俩人带着凤鸣来到发廊 做了一回真正的男人 凤鸣觉得自己学坏了 可出长人事的滋味又让他时常回味 渐渐的他真把老宋当成了亲二叔 这一地漂泊 自己也算是遇上了好人 而另一边老唐看出老宋有了恻意之心 打算自己动手 现在是个机会 咱们都弄了再说 老宋急忙解释 昨日讲诡论 耸心他吃了秒 还咋跟他喝耸心揪了呀 小鸡巴喝啥 揪我 那鸡巴喝不喝是他的事 让不让喝是咱的事 知道不知道 这部电影真实的像纪录片 平级的黄土地寸草不生 拥挤的人才市场人人脸上都是木染 满大街贴的各色小广告 一百块钱可以找个发廊妹 这是90年代的中国 1998年发生了三起震惊全国的矿洞杀人案 导演李扬不惜生命安全深入调查 最后找来16岁的宝强拍下这部真实道令人窒息的电影 这是宝强的处女作更是成名作 这是真实的事件更是真实的人性 好不容易到了发工资的日子 凤鸣高兴地把钱寄回家 接着三人走在热闹的集市上 可就在老唐和老宋买个饼的功夫就发现凤鸣不见了 眼看到手的鸭子飞了俩人很是着急 老唐和老宋在街上大喊着凤鸣的名字 不一会儿俩人开始互相埋怨 眼看就要动手凤鸣出现了 老宋气得连伸凤鸣巴掌 可却发现凤鸣手上提着鸡 到了吃饭的时候老宋主动给凤鸣赔鸣 此时老唐眼睛亮了 他知道这是老宋即将动手的信号 这一高兴也是两杯酒下毒 淳朴的凤鸣傻呵呵的笑着 如今的氛围正好一片热闹 他不知道的是 这是老唐和老宋二人为他做的断头饭 第二天老宋俩人带着凤鸣埋雷馆 俩人心有计划故意在雷馆上做了手脚 有经验的老矿工一眼看出了问题 谁料老唐一锤子解决了老矿工 当把尸体藏起来打水的凤鸣也回来了 老唐兴奋的和老宋对起了暗号 可谁知老宋却充耳不闻 不仅如此 就连老唐一个劲的实眼色老宋也当没看见 于是老唐心意横拿锤子敲晕了老宋 见平日里和蔼可亲的叔叔完全变了眼 凤鸣吓得连连后退 哪里还有什么慈祥完全是面目可憎 眼见老唐步步紧闭 就在凤鸣即将惨遭毒手时老唐突然晕倒在地 原来是老宋及时醒来敲晕了老唐 凤鸣趁机逃出矿洞 可醒来的老宋却没力气走出矿洞 不明真相的矿工引爆雷管 随着一声轰鸣矿洞塌陷 所有的阴暗也被掩埋 矿上出了事矿长满脸晦气 他拿来六万块钱逼凤鸣签下说明 按照合同赔偿六万 签了说明老宋俩人的死亡就都与矿上无关 凤鸣觉得还是得让老宋的家属了事 可矿长却觉得他是在讨价还价 你不是他侄子吗 你是不是就想把价钱给抬上去 别想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你怎么到底签是不签 最后凤鸣拿着六万块钱离开了矿场 至此电影结束 老唐和老宋本是把凤鸣当作案板上的任 电影的结局却是俩人惨失恶物 凤鸣拿到了俩人的抚恤金 六万块真的能洗清老宋俩人所有的罪恶吗 只能说电影还是艺术 最后的结局令人唏嘘却仍叫符合观众期许 可生活不是电影 现实往往更残酷 还是那句话 永远不要考验人性 尤其是恶劣环境中的人性 在极端环境中人的恶会变本加厉 如果没有发矿难财的机会 就不会有1998年震惊全国的矿洞杀人案 就不会有真实的盲警 在现实和法律眼皮底下上演 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电影会不断上演 善恶自在人间 别忘了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 我是AJ 我们夜幕十分再见